先溫習一下 如果是Bound by Curve 再加上是Bound by X-axis 我們可以將它斬開 打直 所以就是DX 然後是由B到A 所以這位置由B到A 而這條色就是Y到FX 而這條色就是Y等於0 所以上面的Curve和下面的線相減 就可以得出Area 如果反過來 你看到Curve是在下面 然後Y等於0 那條線是在上面 你就要是0減FX 所以就是這樣 同樣地是由A到B 所以這就是由A到B 這樣就可以找到這塊面積 如果它不是黏著X-axis 如果是黏著Y-axis 我們便會打橫 如果我們打橫的話 就會是D-Y 然後我們就看看Range 如果是A到B 這裡便是A到B 如果這條Curve 我們是X等於F 我們是X等於F Y 然後這條直線 我們是X等於0 的話 我們如果要計算Area 就會是這條減這條 所以就會是這個減這個 然後 進去便會出到Area 而如果它是Curve 是在左手邊 這個是X等於F 而這一條就是X等於0 應該是右手邊減左手邊 所以就會是0減F Y 大致上就是那條Curve 由來 我們試一試計算題目 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你看到它給了兩條equation 然後它就想問一下你Area Area of the region Bound by這兩條線 它就是叫你先找一個 intersection point 然後就是找一個 Area 我們就先找一個 intersection point Part A 找一個intersection point 即是找你有沒有哪一組的 coordinate 可以滿足到 同時滿足到這兩條equation 即是它會躺在這兩條線上 即是它們相交的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解決這個 其實是有些calculator program 你可以進入到calculator幫你計算 如果你沒有進入calculator program 你就要自己手計 解決它很簡單 即是2x² plus 10 equals 4x plus 16 然後解決它 減4x 減6就是0 接著就按calculator 分析01 2 -4 -6 按calculator便會出現 x等於3和-1 而x等於3 然後x等於3 y就是 代替到色彩的位置 就是28 而x是-1 Y是12 大概畫一幅圖給你看看 圖是這樣的 Curve 這是直線 Intersection Point 是這兩個 所以我畫在這裏 大概圖是這樣的 接下來是問你area 看一看題目是y Equation是y as a subject 然後是in terms of x Y是in terms of x 按道理 較容易的計法應該是dx 我們看看圖 圖是否真的可以dx這麼簡單 你看一看 你看到這部分的area 上面這條線 就是在area的上方 然後如果我向下斬的話 你看到我每一刀斬下去 其實都是會撞到Curve 都是會碰到Curve 即是代表那條直線是在上面 OK 這條線是在上面 這條線是在上面 然後這條線是在下面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 減這個 就可以計算到面積 在這裏講一個題外話 如果我想叫你計算這塊面積的話 你要小心 因為你看到這一部分 上面就是一條Curve 下面就是那條Straight Line 一直都沒有問題 直到到這個位置開始要注意 你看到這裡之後那些 你看到上面是條Curve 然後下面是條Curve OK 就不是條Straight Line 下面 就是由這裡分割了 你看到這裡斬開了 這裡上面是Curve 下面是條Straight Line 而這裡上面是Curve 下面是Curve 如果我想要你計算這塊面積 而你要DX的話 你就要留意 你要分開兩塊Area 然後這一塊的Area 就會是Curve 減條Straight Line 而這裡的Area 就會是Curve 減條Curve 所以你要看清楚 位置 為何我剛才會檢查一下 這條Straight Line 是否一直都在上面 然後這條Curve 一直都在下面 這個減這個 就可以得出面積 至於由哪裏到哪裏 由於你現在是DX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究竟是多少 這個位置就是負1 因為這條Curve 是負1 而這裡 就是去到3 因為這裡是3 這裡是28 即是由3 由負1到3 然後應該可以容易計算到答案 如果你懂得In 記得Rules 這條Curve 應該是這個很容易可以In 然後就代替 然後代替3 你會得到18 代替1 你會得到-10 over 3 然後雙減 你就可以計算到Area 我計算到是64 over 3 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 部分A和部分B 跟剛才是非常之類似的 所以我不想很細節地說 部分A其實都是 兩條Equation 去計算到Intersection Point 然後就去到部分B 部分B 你會看到它叫你找個Area 這次究竟DX還是DY好呢 這次你會看到那條Curve 是X 是As a Subject 然後你會看到它是In Terms of Y 即是說DY其實是方便一點的 即是你不用整理 可以直接D 如果DY的話 即是打橫 又是一樣很簡單的 查一查 如果我DY的話 打橫 你會看到右手邊 就會碰到X等於5 這條線 而我在左手邊 就會碰到Curve 整條都是這樣 整塊Area都是這樣 所以我部分B已經可以立即In了 會是右手邊減到左手邊 所以就是5 減掉了這條Curve 今次因為我們打橫 所以是DY 由哪裡去到哪裡呢 今次由這裡開始 就是去到這裡 你看到它是由1開始到5 所以我們這裡就會是由1開始到5 然後就這樣In它 應該就可以得到答案 你可以檢查一下 跟你的答案一樣 這條C 就叫你Curve 其實它在說什麼呢 它在說Y-Axis轉圈 你看到這個符號 你看到Y-Axis轉圈 這個本身是一張紙 它捉住這個位置 360度轉圈 轉了一個圈之後 這個位置就會由平面 因為它立體這樣轉了360度 就會變成一個立體圖 想計Volum的話 就要記一記公式 如果它這樣轉的話 就是DY 如果它這樣轉的話 就是DX 就是DX 看看這條題目 其實它是Y軸 即是DY 把C6Square 即是這個Square 和這個Square 如果你是把5Square 即是這個Square 你計出來的Volum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轉360度的Volum 而你如果是這個Square 就會計到這些空白地方的Volum 將成塊Volum 減掉這塊空白地方的Volum 就會由這個轉出來的Volum 大減小 簡單來說 就是用這條色 Apply Py 然後把這條色Square 可以按DY 只要把這條色放下來 然後把它加入 那會是答案 接著就是 Py 你可以拿出來 接著就減這一支 這東西Square 你自己慢慢拆枯 我不展示上步步 收拾一下那條色 Negative y to the power 4 plus 12y cube minus 56y square and then plus 120y 25-100就是負75 搞定好之后我们就in它 y4次方 12除4就是3 y3次方 56除3 y2次方即是60 然后减75y 然后就按Counter 这个视频就来到这里了